我現在先挖著蒲古音 我今天終於買到了豬肉去 所以就可以包餃子吃了 因為沒有蓋一點我只能用它 來盤子撒上面粉 我買了幾個蓋子 因為我回北京是有望的 所以後來我種了點蘆葵 打算今年自己做一個蓋子 我老公就老說我是機器 然後外個人挺重力 教他們包餃子吧 教多少遍他們也學不會 對他們來說是不是 右手跟左手配合是比較難的還是怎麼樣 還有門丁肉丁也是 我專門教給他們一個一個做 他們還是不會 還是等著我給他們做給他們吃 豬肉餡 然後因為蒲古音沒有什麼味道 所以呢我就切了點芹菜在那邊這樣 你就可以吃到芹菜在那裡 因為我父親是北京人嘛 所以它一般都是包餃子 所以小時候我學的也都是包餃子 可是包餃子呢 就是感覺有時候肉餡好像這樣包 肉餡好像不是很多 然後原來我的鄰居是一個東北阿姨 哇 她就是擠餃子她就告訴我怎麼擠 我發現擠出來的餃子比包的餃子好吃 因為它瓷死 而且它像北京他們和餡吧 和得稀乎乎的 你想不及也擠不出個大餡 所以她就教我和那種乾餡 我和的餡就特別乾 乾餡呢包的餃子就是特別的肉特別大 明天後天我把一個我做 混沌猴做的那種 咖喱餃的一個視頻 所以你們也看到我就是喜歡吃大餃子 因為擠的餃子餡大嘛 可以包好多餡在那邊 而且快了 一下就完成了 南方一般都是包餃子 很想有這個擠餃子的 其實擠餃子又快又好吃 所以煮出來一個是一個的 薄片大餡 喜歡的朋友也可以 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兩個手指頭 這麼拿著 一擠 咦 就OK 巨塊 外國人 有個外國人愛吃餃子 有個外國人不太愛吃餃子 反正在這邊他們好像 在英國的時候我也包餃子 你要說再去了問他們還要不要吃 他們一般會說特別想吃 他們不太喜歡吃水煮的東西 煮的餃子 後來我就把它做成水煎的餃子 他們就比較愛吃了 我這個擀麵杖也是從中國帶來的 這邊的擀麵杖不太適合包餃子 我記得最早的時候 那會來的時候 我在英國的時候也是沒有擀麵杖 沒辦法拿畫筆擀麵杖 他們說你可以用啤酒瓶 我們啤酒瓶太粗了 大不了這種小面積 可以來回滾的這個效果 所以後來先買了一個擀麵杖不太 上次我回國去年 19年回國我就專門帶了一個擀麵杖不太 因為我小時候在四川長大 所以像我吃餃子 我就是不算那北方的吃法 北方那是蘸醋和大蒜嘛 我就喜歡調那種四川的做餃子那種汁 要有辣椒油、有花椒、面、醋、糖、紅醬油 所以這個調料呢 就比北方那個餃子吃起來更香一些 在這邊好多朋友也是 其實都覺得那個調料特有意思 特香 如果你沒有那個調料 他們就覺得餃子瘦瘦 因為是水煮的 昨天我們去超市買東西 我現在他愛吃那個小牛的肝 我不吃這些東西 然後他就說 哎呀那你要買一個你愛吃的東西 我心想到我就買牛肚吧 他就說哎呀我一個人也不想吃 因為那一大盒子也吃不了 反正在這邊就是好多東西 北方那吃法不一樣 然後又沒有人太多人吃 吃起來也沒多大意思 這也是一種文化 富鄉文化的尊重吧 因為像他們英國人也不吃雞爪子 雞脖子雞頭豬蹄子 這一類他都不吃 可是呢他都說你買吧買吧買吧 可是你想他 因為我就看他吃那個牛排 他煎一下 裡面都是血水他就在吃 真的我看到我就覺得好恐怖啊 但我沒跟事兒 後來我就跟他說起這些事兒 他就說哦 從來以後啊 他就自己 稍微給他煎的手一丟丟 在法國就是感覺到 雖然我受不了這個 tata steak 朋友有時候就跟我說 你要一定要嘗一嘗 我說no thank you 有跟我說什麼他孫子 當初也是不吃 後來嘗了一口就 就愛上了tata steak 他說no 他說多麼多麼的香 你想那個生的牛肉餡 然後打一個生雞蛋 好了包完了 兩大盤子 我就開始煮了 這個調料吧 我裡邊放的是 辣椒油 蒜 糖 醋 和醬油 還有花椒面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試試 真的很美味 我老外 我外這邊的英國人 巨喜歡 每次他們來吃什麼 我調的這個汁 最後我都分給他們一人一小盒 帶回家去 你們也可以試試 四川人肯定都知道 可能別的地方我不知道 然後北方人肯定不知道 北方也非常喜歡 好了 我開始煮餃子了 Yeah I like them crisp fried as well 胖餃子